此前在美版直呼上 有一名俄罗斯的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日现如今都在拉拢越南 为何中国却表现得如此淡定呢 而这名俄罗斯网友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主要针对的还是美日最近一段时间 频频在东亚搞事情 甚至还将矛头直指我国 而他们一贯所使用的伎俩 便是拉拢我国周边国家 网图包围我国 然而随着我国近年来的不断强大 美方的字举基本上已经无法成立了 我国早已与俄罗斯 阿涡 尼泊尔 以及巴基斯坦 缅甸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即便是此前一直都是墙头槽 两边倒的菲律宾 现如今也逐渐坚定了立场 不再听从美方的指示 还有印度在经历了教训 又被美方落井下石之后 也逐渐开始端正了自己的态度 但美方却始终不甘心 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越南 然而我国的态度却显得非常淡定 也正因如此 这位俄罗斯网友才会好奇的问上一句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国的网友也给出了答复 根本不值得 如此简命扼要的回答 得到了许多网友的一致好评 不少人表示 这个回答既霸气又有格局 众所周知 越南照搬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于是他们也成为了全球 除我国之外发展最快的国家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人均GDP便翻了十多倍 再加上该国东陵南海 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这样使其成为了东南亚的香菠菠 美日等国争相拉拢也非常正常 由于该国距离南海非常近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该国始终不承认我国南海的主权 经常出尔反尔 而这也正是美利坚所需要的 美方为遏制我国的发展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其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制造争端 阻碍我国的发展 而越南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认为自己能够在两个大国的国益当中 谋求自己的利益 于是便一拍即合 而我国之所以无比淡定 也自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实力决定了一切 目前的我国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无论是经济 军事 科技 还是工业等方面 都是与美分庭抗礼的存在 越南根本就入不了我国的眼 倘若双方真的撕破脸的话 那也将是一边倒的碾压 我国现在的主要经历 根本不在这些国家身上 因为我们所要对付的乃是其背后的大国 现在的越南根本不值一提 没有必要太过于关注 看着点就行 其次便是因为该国有当棋子的觉悟 虽然该国有反骨 但他们却深深的明白 自己只是美方的一颗棋子 所以在对我国的态度上 他们也不敢做个开决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 小范围的折腾还可以 如果真的相信每日将事情做绝的话 或许自己会再经历一次反击战 要知道 我国当年的那一战 让越南产生了一种天生的畏惧 再者 他们深知现如今的我国 比之前更为强大 一旦动真格的话 美日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再加上该国经济严重依赖我国 一旦我国出手制裁的话 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个致命打击 所以为了自己的发展 他们也一定会掌握分寸 而我国与该国之间的事情可大可小 美日极力拉拢越南 为的就是将事情搞大 倘若我国采取较为激烈的措施 就恰好中了美日的圈套 而越南极有可能就是大国决力的战场 现如今 我国的发展需要稳定 而美日就是想方设法的破坏 这种稳定 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那么倘若我国与美日一样拉拢越南 其实那更没必要 当年我国对他们的恩情 他们都能说翻脸就翻脸 这样的国家绝对是深谜恩 斗谜仇 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 再加上该国的忘恩负义 也注定得不到其他国家的真心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国内经济还很困难 但即便如此 都对该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援助 最终才使得该国成为了一个统一国家 正常来说 如此恩情应该是比天还高 然而这才过去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在他们获得援助之后 还将枪口调转对向我国 甚至还联合曾侵略过他们的美利坚 一起来对付曾经的这个恩人 该国的忘恩负义绝对是世间罕见 他们如此行径 美利自然也看得非常清楚 因此他们绝对不会真心放逐越南 说不定还会在某些时候落井下石 而他们之间的同盟也非常的不稳固 所以综合来说 面对美利坚他们的拉拢 国国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 说不值得也不为过